我们不想有电动车 大家都有电动车 没有太远 在中国製造成了太多 造势场合劈头就拿中国开炮 美国牵通弄川普炮火四射 甚至在明尼苏达州的集会上承诺 如果他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为了保护当地工人的权益 将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如果川普在明月中 而在世界上的更多观望 川普在经济政策上的重商主义 早就让国际盟友相当担忧 现在还加上川普复制人 川普复首范斯积极拉票 与选民近距离搏感情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川普之所以选择范斯 就是看中他的恶害二洲背景 有助于川帆沛拉拢生活在中西部 铁锈地带的选民 只不过二十九号有媒体踢爆 范斯在当地的支持度也不胜理想 CNN七月在伊利诺 印第安娜密西根 俄海尔和威斯康辛州进行的民调显示 范斯的支持度为百分之二十八 不支持度为百分之四十四 因此川普原先有意透过范斯 提高共和党在中西部声势 如今看来恐怕不如预期 而极有可能代表民主党 出战白宫大位的贺锦丽 近期也抓紧机会向选民喊话 分析认为如果他能成功当选总统 不只标志着美国的巨大转变 还有可能重塑全球格局 显见十一月的美选 不只牵动美国社会 更是撼动全球局势 三立新闻夜流报道